穿裙子代表要穿得雷星化 它可以讓你整個感覺很男性化 自認是時裝精的你 應該對Joey Ma一點都不陌生 她誇張和中性的造型令人很難忘 她喜歡穿裙 款式以及失裙為主 十年前 剛剛在美國讀書 一開始喜歡Punk的打扮 我當時經常看Band Show 為什麼每個人都這麼Dress-up去看演唱會 留長頭拍之後就覺得 好像所有中性打扮 什麼都配搭 那我就開始越穿越誇張 就覺得試試穿裙子也可以 而且我從小到大都很喜歡80年代的Fashion 所以是配搭螢光和Liggin 那時候很喜歡 那時候美國的衣服很流行 穿過大小的衣服再穿Liggin 慢慢就混合和混合 年紀再大一點 我很喜歡Cucci 因為Cucci是男女混合 另一邊我很喜歡Tom Brown 他今次這一季是有些白摺裙 或者到膝頭的裙 但他整體的風格都很男性化 我覺得他這一點真的很厲害 最近Joey還找了朋友 訂做晚裝裙 他流蘇的造型和高大的身形 形成強烈的對比 上年實在11月開始 看到Fashion Show 看到Cucci的裙子 我就覺得 因為他的表演開始男女一起走 我覺得如果我穿得到就好了 我一向想穿這些裙子 但我從來沒有想過他實行這件事 之後做出來也OK 直接拿他的inspiration 想做這條一樣的裙子 但他說最多都是在深圳 他幫你量身訂做 我想現在大約10條左右 真的重要的場合 例如我的好朋友生日飯 你說反而出席event那些就少一些 我做裙子都是為我自己娛樂 彩虹裙子那條是挺好的 我覺得 我當時我和我的designer 尋找reference 他很重 他用了七隻色的布 要壓紋的 穿一個雪磅 最初我怕做不到那種飄逸的效果 走路 但偏偏他壓紋後走路 一轉又是飄到 做完那個感覺我很喜歡 很luxury 沒想過做到 因為我有很多 藍裝的布都是23吋的 那是要穿那些好一點 Joey的衣著大膽誇張 少不免都會惹來負評 他又是怎樣面對的呢 我長得那麼高那麼大 其實我穿那些全部都是藍裝 只不過可能我的風格 我可以搭配到他很忠誠 很惡意是 可能會說 你穿成這樣 如果我在街上 我會打你 看到你 會留一些這樣的留言 剛剛開始的時候 但我看起來 我覺得 你看到我才算 而且你真的打我 我就打你 後來 真的不敢 因為我從小到大 都是 我只是在意我在意的人 的評論 那些陌生人的評論 真的沒什麼所謂 媽媽阿妹都沒所謂 爸爸我知道 媽媽阿弟可能都不喜歡 但後來都慢慢接受 當我經常以為 可能有99%的人很討厭這些 誇張打法 但永遠都是有1%都會贊你 有個外國男人截停了我 突然抱著我 即是吻兩口臉 那些 那些是朋友的 那些女孩子朋友都說 哇 那個女孩子朋友說 oh you are the best thing I've seen touch foot那天 那些都是好的experience 其實不是跨不跨問題 那些問題是你的心態 即是你活到多少歲 你想穿蚊就穿蚊 你不需要理由自己看 建議大家是真的不同的 都試一下 尤其是 如果你還是很年輕 更加要試不同的東西 即是沒有跨死自己 我只是穿黑色的 我只是穿密清標的